更热 周一二标32度 周三四降温转湿凉 中央气象局指出 今明两天各地大多是多云道晴 阳光和许的天气 景东半部有小范围短暂降雨 西半部山区午后也有零星正雨 各地高温都在29 30度以上有初夏的感觉 大台北盆地及中南部近山区 有机会出现32 33度高温 由于云量少 紫外线指数亦达过量甚至危险级 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晒并补充水分 气象局预测周三封面通过 东北季风烧增强 北部中午过后降雨几率见增 开始有转量感受 高温比前一天下降约2-4度 中南部则不受影响 气象专家伍德荣在专案指出 今明两天 西半部因大气稳定不利扩散 最新模式模拟显示 周四五受封面影响 被台湾明显转量 气象达人彭启明则是在脸书指出 预计周四五开始 北部东半部云量较多 偶有阵雨 气温和这几天有明显落差 好像夏天又被打回初春 长袖或外套可能还用得到 是否会影响中部妈祖绕境活动 仍有待观察 这两天反而要提防空气污染 中午吃过一颗苹果 苹果新闻网免费订阅 后89年 白雪 belief 仲 tag 5 火雷果 6 火雷果 5 火雷果